同時和中國大陸建了最多的廠 而且和台灣的人民的利益 和台灣人民的政治各種關係錯綜複雜 它是唯一一個連接美、中、台最重要的商人 而且與剛剛發生的華為事件 還有這個ZTE的科技事件 以及中美之間現在發生的最重要的經濟技術的制裁 和偷刀技術的問題 它是最重要的關鍵相關人士 又是一個中美貿易技術知識產權 還有一個中美貿易爭議 這個爭端當中的關鍵人物 大家也都知道 郭台銀先生在台灣有著重大的影響 他在大陸、在美國、在世界的科技界也有重大的影響 那麼他現在呢做出了參與2020年總統選舉的這個決定 對待台灣來講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革命性的世界 可以說他可能決定著台灣的未來 它可能影響2,300萬台灣人民的整個的未來的 走向何方的一個關鍵事件 那麼今天我們會跟班農先生呢 來今天談談這個問題 首先呢我們這個看一看一個短片 在2018年9月5號 我談到的郭台銀先生 那麼這個短片大家可以看到啊 當年2018年9月5號 我曾經這個說出 當時最火的叫Kirby 柯文哲還有後來的韓文玉 都要冒出來競選台灣總統 那麼現在這個事實已經得到了驗證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視頻吧 OK 你們的Kirby 當年選舉的時候說過啥 我簡單的讓你查一下 你承諾過的事情基本沒做到 當年他進去後他最想抓的就是那誰 把馬英九幹掉 你也沒幹馬英九啊 然後把那個小巨蛋的事你想搞定 你也沒搞定啊 是吧 不都沒搞定 你還跟這個關起聯合 然後你現在開始就開始什麼 玩大懶著了 你想繼續幹 下次來選這個台灣的總統 肯定不是你了 台灣下屆總統就是郭台銘了 你就不用想了 肯定是郭台銘 不用選 郭台銘早就布好局了 郭台銘早就布好局了 然後你想繼續連任 大陸以為你連任了 就在那邊捧你 但是你記住 你就是個棋子 你不允許傷害台灣人 你不允許賣台 大家看到這個的時候呢 說實在話 我都得相當的佩服文貴先生 這個 我佩服的不是我這個人 就是歷史上給了我很大的機遇 讓我了解了很多共產黨的運作 和共產黨的內部這些的機制 包括我現在能掌握的所有的 他們無法屏蔽掉的 我可以獲得了隨時的情報的能力 共產黨的戰略啊有一個叫做 呃 非常有意思 都知道這個過去的西北軍 就是當時習近平主席的爸爸領導的高崗 還有一個西北的這個這個劉司令 包括習主席的父親 當中有一個語音型叫做雙槍老太國 所以說在當時劉志丹和還有這個高崗下面有一個雙槍老太婆 所以說他們說那個當時贏就是雙槍老太婆 所以他們很疑心 共產黨說若你小贏你要雙槍啊 雙槍有更多贏的機會啊 那麼今天的台灣啊 他們佈局韓國瑜 又最後拋出郭台銘 就是他們對台灣的最猛的招 叫雙槍政策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台灣 和這個計劃 一旦我們看到韓國瑜 去行政策 然後另一旦我們也看到郭台銘 兩者都在這個總統的投票 這是我們叫做雙槍的計劃 這個事件可以說對台灣人民影響深遠 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 和中美關係影響深遠 這個問題請班農先生來談談看法 今天我相信是我跟文貴將會是有來有往的來到做出這個對話的, 但是我非常的高興能夠在此, 我們今天是美國的復活節前天, 而且是一個假期, 可是我們在這裏非常高興是跟各位來做這個直播的。 談完前我們來看,首先是談一談剛剛我們看到文貴的這個視頻。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我過去的一年多就是跟文貴的學習了, 還有是跟他來到談話呢, 其實我為什麼會那麼願意是跟他來做這個交往, 還有是建立一個好朋友的關係, 就是因為我最欣賞的, 剛剛在視頻當中都看到了他的一個特性。 那些人在中國的視頻, 或者在香港,或者在台灣, 你必須解釋得一件事, 就是這個月, 的報告, 在香港,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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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台的大家呢, 可能都不太理想。 大家呢, 在香港, 中港台的大家呢, 可能都不太理想, 其實郭台銘宣佈要到競選總統啊, 其實在我們西方的世界來說呢, 是造成很大的震驚的, 比如說呀, 我們在華盛頓啊, 紐約啊, 倫敦啊, 歐洲, 日本, 澳大利亞, 大家很多的那些政治天才都根本不可以相信, 這個郭台銘會宣佈來到競選總統的。 這樣又後來的結束了, 馬上出現了這床流 покให้史上, 我剛剛跟 señora好在那裡想過, 馬上出現了, 後來我當時的重新方向大律令吧, 那這份討論後是很重要的。 那裏主題有關我們說過了, 至於為了我們我們要去見到那個鄧敦至於告訴我, 馬上出現了, 我有一天真正的一天看他, 他已經曾經過這次去過這次的事, 這次事故事發生了。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了文贵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有做了这个视频 你知道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当时还是非常的专注来做出特朗普总统中期选举的一些研究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会就被民主党进驻 那么就把整个的一个的政治的形式呢是改变过来了 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的时候 文贵已经是说了今天会发生的这个的事情 这是因为他有这种的先见之名啊 所以的话呢无论我是来到干这个的法治基金的事情呀 又或者是单委为的事情呢 我都非常愿意来到呢 把我的时间贡献给跟文贵来到做这个的直播的 你看似乎什么这些文贵的文贵在中国的必须呢 我看到这些文贵在中国人之内的文贵是否 它们不是像是一个英文贵的文贵的文贵 还是一个一个研究的文贵 或者一个美国人的文贵 或者是一个人的人在说中国字幕 那么第一次是一天之后 我们的一天是一个人是一个人 他在很深層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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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 台湾的層次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认为 你会看到 为何人 有很大的影响 为何人 不只是 看这个媒体 但 当他说 那些媒体 他说 因为 他有很深層的 解释 不只是在中国 但在其他地方 那是最初的 我们曾经过 很多外国人 都曾经过 解释这些 人像 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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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在中国 但他们是美国人 或是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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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 第一次 我们真的有一个人 可以坐在那里 六个月前 一会儿 说 嘿 这是实际上的 事情 很新鲜 我认为 这就是 有很多大的改变 我认为 这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其实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你看到 在我们今天 郭台北宣布要 竞选总统前的六个月的时候 文贵已经是在视频当中 说出了这个 今天六个月后 我们要看到 要发生的事情 他 你知道 他就是代表了一点 就是为什么 我非常的愿意 要跟他来这做这个的直播 我非常相信他说的话呢 就是因为 他对于中国 这个的政治的情况 还有他们的战略 有非常的深入的了解 他能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还有这个的有先见之明 还在没发生前 已经可以预测得到 将来他们要做的 要部署的 要做的一些的战略 这个呢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比如说 我们在西方的社会 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些的 中国了解中国情况的 一些的专家 比如说是 基辛格的博士呀 又或者是在伦敦啊 英国呀 各方面都有很多的 这个的中国的专家 但是 他们并没有能够 像是文贵一样的 那么深入了解 指导中国的一些的 战略的情况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我是跟他 学习了很多 而且的话呢 我非常愿意 再跟他来到学习的 所以我愿意 我愿意做 因为 一些人 观众的 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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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台湾 也认为 很多西方的 西方的 提供 的 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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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則科学 roc论 deutsche orientフューバス 郭文化招待農大人 stems of the Period Trump Times cały喜悔 mesi튼克辉志 郭文化 把 wax著名言 他是受了 sense 他是在无论 他有了 在距离 shirtragon海盗 去跑一回往 什么是任何 是想到的情况 在台湾 air what 很又市Y Metin 那麽首先文貴我就想要問你 就是說是其實六個月前 在去年的九月份的時候 其實當時發生了什麽事情 會讓你有這種感覺 會看得出來就是說是 郭台銘將會要做出這個總統的競選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個人 沒有人會預先的看得出來 他會有這種的舉措的 西方的媒體 倫敦華盛頓這些的中國的天才們 都沒有人會預測到這一步 為什麼突然間郭台銘說 我受到那個馬祖 做一個的馬祖的夢 那啟發他 要是他來到競選總統 那但是你去年九月份的時候 已經是知道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讓你會知道有這個事情呢 郭台銘先生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先簡單的說一下呢 就是說我們對台灣的政治 我和班農先生肯定沒有台灣人知道 但是基於郭台銘先生在大陸長期投資 他和官員的來往當中很多是我的朋友 他曾經交的女朋友是我的好姐妹 他所有的生意夥伴當中很多是我的朋友 特別是我跟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所以說我在有書判斷 你先翻譯 那麼我會跟他講 他對中國人採訪 那麼我會去年輕人 我會把他講的事 但是我會覺得 你會看過很多事情 你也看過很多事情 但是我會看過很多事情 我會看過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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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兩個小例子給大家來分享一下啊, 這是我了解他必須作為2020年參選總統的 一個基本的判斷的一個情報, 我先分享第一個信息。 我和現在的中央的一個領導人在一起啊, 叫這個見面的時候啊,突然間啊就說, 哎,文貴,你可以離開了,我要有人要見啊, 原來是郭台銘,這個領導人, 和郭台銘能見面,私下見面這樣的情況, 後來我了解了很多很多。 那麼當時在場的一個人說, 郭台銘就是我們下一個培養的台灣總統。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總統的, 我當時有一個總統的總統的總統總統。 但是,當時,這個總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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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oh Miles you need to leave I have other unfortunate meetings and then later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meeting with Terry Guo the thing is that I also found out that such meeting between the senior leader and Terry Guo had happened multiple times many times and I was also told that at some point that he is going to be nurtured to become the next the future president of Taiwan 第二个的故事是郭台铭先生在深圳遇到了巨大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几十万的工厂很多员工跳楼自杀事件 发生以后迅速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他的大部分工厂 搬到了我投资的最重要的河南郑州市 这个老机场的地方并开始全面运作 他在很多媒体上发生了很多媒体运作 并且它是一个很大问题的问题 现在在一个短期的短期的时间 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他能够把所有的工厂的工厂 移动到河南郑州市场 这个项目的整个的由河南的省委书记和当时郑州的 岳文海就是过去说的该支持该克核 啥是不把心理核 这个哥们岳文海他来主导落实的 那么整个项目的指挥者全是中国军方和中共中央情报部门 全面的专案主在当地督处落实 这是一个商人永远无法得到的在中国的资源 由军方情报地方首长 以最短的时间几十万人的工厂建立并开始生产 这是天下的奇迹 只有一个力量 那就是中共的政治力量 你会看到在这么短期的时间 他能够订阅他的工厂 这种工厂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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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一个公厂的工厂 也很重要 我来说 但是来自从经济团 尊敌历历的工厂 那种工厂 是几桌的工厂 也团队还是 斥锦西洽 也认为 备合选择 处立了 一种工厂 成功的工厂 您可以帮助 他们把工厂 我们继续 然后 他们建设 咱络 几十秒 第三個是她的 有一位女朋友是香港的超級明星, 是我多年的姐妹好朋友啊。 我跟她沒有男女關係, 跟我講出了郭台銘和她談戀愛期間, 她的一些言語啊, 還有她的一些和中共的聯繫啊, 包括她未來的報復, 很清楚她要選總統,很明確啊。 她的一些個人生活, 包括她的朋友的了解, 那個時候她已經很明確, 基於以上個人的和她發生的事實, 和她和中共領導的關係。 那麼後來, 內部人在告訴我說, 中共培養幾個人叫集體作戰, 聯合面對民進黨, 就是說通過選舉拿下台灣, 拿下台灣就等於拿下了亞洲, 拿下了亞洲就基本上控制著世界。 和她的雙方就能夠說出來。 是, 她不想說過她。 她也很明確, 在台灣有什麼事實? 她也很想說。 她說得很明確。 她的語言會很明確。 她要說出來。 她有一個前提前。 她也很明確。 她沒有提前。 她是非常明確。 她也很明確。 她可以說出來。 所以,在前面,我认识他有一个关系的关系 专门和中央政府的中国政府 我认识,我认识那些事情与 FOXCOM 在一个短期的时间内,他能够移民, 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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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 社区的人,移民,移民,移民 对于台湾的未来。所以,我认识, 我认识,他将来到一个最適合的时间 让他成立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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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看到,这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 和亚洲的关系。 对啊,就是说是,你看文贵总是要跟女朋友说话的。 等一等啊,班农先生今天发现了啥变化了吗? 班农先生上次和今天瘦了12磅,我要输钱了。 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女朋友。 我过去有个只羡慕他的头发和他的脸, 现在我羡慕他有个更漂亮的女朋友。 我认识,因为他遇见了尤其他人。 我就认识,因为他有一个新女朋友。 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到台湾和全国的关系。 我说你先认识,我认识了, 现在是一年两个月前这个党的党, 我们将会聊到后面的节目, 这也是日本党的党长在美国的党长。 记得,我觉得, 我认识, 在2020年的党长会会起立场, 那会在我认识, 会有几个星期前前的 几个星期前新有关, 几个星期前, 但是啊 我就说你知道 这个的台湾总统大选将是要在2020年一月份发生的 就是说是在两年前的2018年的9月份 在那个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可以知道 这个国台名将要是在2020年的时候 晋升这个总统 为什么特别会是在 我知道你就是说是那个国台名 是要被培养 要成为是那个的台湾总统的 但是为什么特别会在2018年9月份 两年前你就会说出在下一届的总统 就是郭台名 什么是让你知道就是在那个的时候 要说这话 的选择会可以就成为了 以香港的总统主题 会在欣赏和英国的总统主题 会在香港的总统主题 会在香港的总统主题 会在中国的总统主题 会在中国的总统主题 会有所大问题的 那会是最大的总统主题 在中国的总统主题 會實際上發生在最初的項目的 在選擇民主黨選擇的選擇 在選擇的選擇 所以這將會發生在2020年一月的巨大活動 對 我再要說的話 就是說是因為我知道 那麼你要知道這個總統大選 其实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其实西方也是非常的重视 这个总统大选的事情 因为他们将要是看到是有什么人 将会是成为这个大选当中的竞选的人 那么他们才知道中共将是对支持什么的人 那么也影响到是西方 我们的政治的一些的人 政客呀政府如何来到去支持一些的台湾民主的发展的一个的情况 他们将要知道是中共是支持什么人 什么人可以是成为民进党的一些的这个的人选 来到竞选来到做出这个的大选 这个的总统的大选的一个的竞争的对手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是影响到我们西方如何来到处理我们的这个的参与性 那么所以我就再一次的问一下 就是说是文贵啊 在两年前九月份的时候 你怎么会知道已经是有这一种的先知 可以预见到郭泰民 这样要是宣布来到竞选总统呢 说起来很长 但是呢我用最简单的办法 最简单的答案来告诉大家 台湾的政治家和西方的政治家 所有的人看待共产党的问题上 完全是用自己的标准去看 这绝对是错的 看共产党的事情的决定就两条 看他的女人看他的钱 就能看出共产党他在干什么 他了解的全部真相 再一个就是共产党的 就是他的领导 他们的这个情报没有什么保密的 美国人和台湾人太看得起共产党了 他们没有秘密 所以说他们所有身边的人 跟我有联系的 我只要跟他有这几简单的了解和探视 比如说郭泰民 我跟一个中共的国安委的人物说 台湾柯文哲在选举 柯文哲呼声很高 有台湾有选总统的可能 我说你们是不是选柯文哲 怎么轮得着他呢 咱们的大老板早就有安排了 怎么可能是他 这得有一个连美连台 还有一个美国能支持川普 咱在台湾得能够川普 我就知道台湾能当川普的就是郭泰民 所以基于此判断 后来我在多方验证 加他女朋友过去的信息 加我过去对他的了解 柯文哲还有当时我就知道这个韩文鱼 还有一个这个赖清德 这个当时要选举朱立伦 朱立伦和中国没有关系 赖清德和中国肯定是他是台独有台独群像的 韩国瑜是他的两杆枪之一 所以一定是郭泰民 这就是基本的判断 这就是看待共产党最好的办法 情报加上他的理论分析 加上看出他的本质 你们看呢 你看 想认识的 CCP很简单 你也看到方式的 人个人 最终的世界 有过敏据 它的智慕 的信息 理性 你注意 他们没有的信息 不知 他们不听不大概 这种纪念 因此 我想在某个人 在约束杆搜尔 在权取斩 什么 你认为 很有 我回音 so he might be having a chance to run the president campaign for Taiwan next time and that person may just say to me that why would that be his turn you know that China has already had already put their stake on someone and then that someone is just like Donald Trump in the US they he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any years and then over the years that you know the time is coming the time is right so you see based on that right based on that kind of a short disclosure then I make my own analysis I am aware that in Taiwan who can actually be as successful as Donald Trump in the US in Taiwan there is only one person and that is Fox Coms and Terry Gould and then also you see at the time there were other people running for the president proportionally as well that is Lai Qingde and Han Kuo Yu and several others but based on my analysis Han Kuo Yu will be the double gun strategy so it is either Kuo or Han and then the other ones I don't think that they have a chance and so that is why and then also with my conversation with Kuo Terry Kuo's girlfriend and then understanding a lot of the other things and making this kind of a circumstantial analysis I deduce that at the end that only Kuo Ta-ming and Terry Gould that is Terry Gould would be the candidate and that pinpoint by the CCP to beat the next president's office of Taiwan why is in particular for the westerners that are going to watch this broadcast later why is Taiwan in your mind myles why is it such a big focus of the CCP why is it so important it given its size why do you think it's so important throughout Asia why is this election gotten so much of your attention and now starting to get the world's attention that 文贵啊 就是为了让我们稍后一些的 西方的人士观看的时候 更加了解台湾这个的情况 我有这个问题 希望是问你的 就是说是 台湾是一个非常小 细小的一个的岛屿 为什么中共会对它 那么高度的注意 要必定的让那些的总统的人选 是他们指定的一些的人选 而且他当选了 用他自己指定的这个的人 当选了台湾总统以后 对世界有哪一些的影响 是否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呢 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来说明他对中共有多重要 班农先生现在背后是一面墙 已经牢固了什么俄罗斯 和阿塞拜疆 也就是中国的背部 包括北朝鲜 没有什么威胁 那么他的前面 左边和右边 是他最要关注的 他的正前方 南海 中国南海 他已经是在过去这些年 已经彻底控制了 菲律宾 菲律宾海南海彻底控制了 出海南侧已经没有问题了 对着中国的战略岛链 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一个口子已经彻底撕开了 在整个南海的这边的整个印度洋 和马六甲 唯一最重要的战略 这个战略资源的通道 就是一带一路 海上之路 86%的能源的供应量 连接了中东和非洲 那么这个和俄罗斯 以及巴基斯坦和西部山脉 这一带一路已经彻底连在一起 所以他要进军中东 进军非洲 这个战略已经彻底成功了 所以说他现在的整个东海 和台湾海峡咱就所说的 是他的潜水艇军队 以及和日本的较量当中 包括军事战略位置当中 你是从海军出来的 这个战略的位置 如果他拿不下的话 他等于失去了 他的就班农先生的后边安全了 Miles Gore 安全了 就是一带一路永远安全了 前面 番义奶奶这儿也安全了 但是他的左边有一个门出门口 出门口 王彦平在那儿站着呢 还有几个保镖 拎着枪 班农先生出不出去 班农先生唯一能在这儿 吴先生要走出去的 唯一的必须干掉王彦平 也就是台湾 知道吗 门给你把着呢 海下之能 海上之能 台湾这个岛 是整个掐在了共产党脖子上 最重要的一双手 所以拿下台湾 他才能控制 从军事上控制了亚洲 我先说军事方面 所以你会看到 但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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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关系 西式上 而是台湾 但在里面 里面 那是台湾 里面 现在 那是 西式上 是 so if China is not able to gain absolute control of that area basically that would be like He is also having this challenge from the Japan area and that is why they need to build the Navy to guard this area and then also that militarily they would need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a stable and reliable gateway so that they would be in complete control of that area so military they need to be 100% gaining control and Taiwan is at that location if China is not able to gain the absolute control of Taiwan it is actually like a knife posing at the neck so that it is of imminent threat to it 所以說這是軍事上必須的他要走出亞洲他現在拿到台灣就讓亞洲證明我可以控制亞洲了 因為台灣的經濟技術人口地理位置他就真的是代表亞洲 你來台灣都做不到怎麼可能征服亞洲呢拿到台灣日本在台灣在亞洲就被踢出去了 征服和控制了亞洲他就等於是在整個馬路加海峽能源領域也控制日本 日本的能源戰略也被卡住了亞洲人沒有人敢動作跟中國挑戰 在給共產黨基本上他就等於征服了世界的第一步程度吧 所以你會看到這次是軍事戰略的方式 所以你會看到台灣很成立的方式 在這次技術的方式 然後人們的國家很高質素 然後你會看到台灣的方式 所以你會看到台灣的方式 然後中國設定了軍事戰略 and it is in control of the entire Asian region and then also that to control of the Taiwan Strait basically it is in control of all the energy supply route to Japan as well and then Japan will not be able to challenge China anymore so in control of the Taiwan Strait that is in control of the EC in control of the entire Taiwan area that is militarily that is already able to basically control the entire Asian region and there is no Asian areas of countries will be able to actually stand up to China anymore and that is basically realized the conquering of the world the dream of conquering the world of China and that is the first step that it is successful if it is successful in gaining is absolute control of Taiwan Do you think so you're positing that the control of Taiwan basically essentially gives makes China a hegemonic power in East Asia in that part of the Western Pacific that they then can push forward with their plan for a hegemonic world domination after that 你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中國能夠掌控台灣的話 就是相等於它能夠掌控東亞地區 以及西太平洋地區 那就是實現它們在統治世界的地步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是的 最後一件事 我想重新提及到你的概念 Terry Guo是 Donald Trump 之前提及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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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独立的資源 因為 台灣 香港 基本上有很独立的資源 是 很独立的資源 如果 中國人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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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想這壹個問題啊就是說是 中共如果不對台灣或者香港這兩個地方 實施絕對的轉控 你覺得小地方如台灣跟香港能夠繁榮 能夠是可以自製嗎 因為你知道台灣跟香港都是兩個是非常小的地方 而且他們自己可以說是沒有非常有限的資源的 那麽如果中國不會支持他們 不掌控著他們 不管理著他們 他們能夠自製嗎 他們能夠繁榮嗎 他們能夠有自由嗎 你覺得是怎麽樣呢 這個班農先生我相信我理解的 剛才翻譯上可能是 因為你是口語翻譯 他就是說的就是沒有共產黨的統治 沒有共產黨的這個領導之下 台灣香港是否能自由能繁榮 用台灣的歷史和香港的歷史 絕對可以證明 台灣和香港中國的人種為問題 可以依法可以擁有法治也可以擁有自由和民主 那麽台灣和香港人民也證明了 他們沒有共產黨的統治和領導 會過得繁榮富強而且精神愉悅 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恰恰的相反 共產黨要統治台灣和香港那將走上人道災難之路 共產黨的擴張是一個獨裁抵制的擴張 共產黨是要挑戰美國和西方的民主體制 他要把獨裁體制領導世界 而不是用自由民主領導世界 那跟台灣和香港今天人民的生活方式 那是敵對的 所以台灣和香港人民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繼續回去百年前當奴才 一個是當三十年前的台灣和香港自由法治 而另外中國人的自由法治 可能會把這些兩者移動到同樣的方式 因為你覺得 中共的自由法治是實際的 共產黨的壁權 it is a dictatorship içind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so that when is gaining control of these two places is going to destroy is democracy is freedom is prosperity so for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y have no choice actually they have two choices one is to choose that whether they go back to a hundred years ago being sl into the enslaved and then for in living in enslavement in the foreign country 所以說,我說郭台銘這個選舉, 他是一個幫助共產黨偷走了蘋果, 幫助華為偷走了西方的技術的一個商業小偷, 我可以證明他說,郭台銘你要不信你可以挑戰我來, 他現在要偷走台灣人的未來, 還要現在要出賣美國在世界的利益, 班農先生,你們要知道這個。 所以,我們要讓他把台灣的未來賣, 賣美國的利益和利益賣給中國的利益? 現在的問題,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說, 我會說,當你提到這件事, 當你提到這件事, 當你提到特朗普和特朗普, 可他甚至可以讓他擁有保護的控制 因為他建造Foxcon, 我們會知道他建造Foxcon 是一位最大的製作公司在世界上 超過一百億美元的利益 它做了一整齊的數量 它做了一整齊的製作公司 而且它是非常擔心的管理 人們會說它是不只是 detail-oriented 但是在西方我們稱它們的控制 它是非常接觸的 在日常的營業 這個巨大廠的社會 文貴,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相關於郭台銘 郭台銘人家就把他跟特朗普相比 就是說他是台灣的特朗普 所以他就是要像特朗普一樣去進行總統 我想問的是 郭台銘是創造了富士康 這個很大規模的製造商 他是為蘋果製造群球的他的iPhone 他有1000億美元的收入 而且他也是一個很大規模的製造商 那麼而且我們也知道郭台銘呢 是積極的參與他一個的富士康的這個的熱場的一個的運作的 他就是每次都管 人家都說他可能是一個的有管制有管理的一個的狂人 就是說他不放手的 也不會讓他周邊的那一些的CEO啊經理們啊來幫助他 他呢也沒有是來的培訓他的這些CEO成為他的繼任人 那你覺得如果他走去走出來就是競選這個下屆的總統的時候 台灣總統 你覺得他會放手 讓別的人來到管理富士康嗎 他還是會自己掌控這個富士康的這個的操作呢 郭台銘先生據我所了解是一個管控制狂 他不叫管理狂是控制狂 那麼他和馬雲兩個人啊 都有一個鮮明的特徵 他絕對是華人當中成功的佼佼者 但是他的成功不是出於他的智慧 是出於他一種變態 這個郭台銘非常會玩政治 他把大陸的政治是玩到家了 他的成功的要素在這兒 這個玩政治 馬雲也是玩政治 但倆人就是馬雲是撒謊狂 這個郭台銘是這個控制狂 但是兩狂還有加上一個最大的天賦 玩政治 這是他成功的第一個原因 所以有兩件事我可以說 我們必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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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兩人是台庫和 billionaires 但是他成功的原因 是因為他成功的 是因為他不是他成功的 是因為他成功的 但是他成功的 因為他成功的 是因為他成功的 那麼他實際上是一個很容易的。 現在是同一件事像是傑克馬, 他不是一個控制的力量, 但他是一個罪人的力量。 所以他也很容易的, 因為他也知道這個政策。 這也是為了這些人在中國的成立。 我講剛才看了一句, 就是他選這個總統, 他不會放棄他企業的, 他不放棄他的企業, 怎麼能同時又能把臺灣送給共產黨, 他想通過選舉臺灣的總統, 來和共產黨做更大的交易, 玩過最多的明星, 玩過最大的共產黨, 再玩一個臺灣總統, 他想在這個中中搞平衡, 不可能的, 結果就是犧牲2300萬臺灣人民, 結局是悲慘的, 他本人也會從此, 郭台銘從選舉那一天開始起, 郭台銘的人生已經結束了, 咱們走著瞧, 他不會再有任何往上好的事, 越來越糟, 企業糟糟, 身體糟, 民意糟, 然後再徹底失敗,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跟共產黨的沒有好結果。 我可以告訴你, 你看, 這個事情是, Terry Guo 會不會放棄Foxconn, 那是確定的, 那是確定的。 所以, 所以, 他想說, 今次身的主观台湾 所以他现在有代表的中共,他现在想要成为台湾的主席。 所以他将成为台湾的主席。 他将成为台湾的主席。 他将成为台湾的主席。 所以,他将成为台湾的主席主席。 这就是他的主席。 但是,他本身将成为外国人的事不单。 所以,他将成为台湾可以从台湾之下降。 但,王 waktu的ут艙� произ suficiente力。 提宜的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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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台湾。 但是,我可200开 tens Щ Games。 I can even predict this, is that once he gets to be, starting from the day that he's running for the president's office, his entire career is heading to an end. His physical strength, his physical condition is going downhill, his business is going downhill, his reputation will be destroyed. Basically, his life is ending. Why do you say that? Because, and we'll talk in a second about how he actually built his business in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Taiwan bank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you know, Terry Guau did say that he was inspired to do this, Miles, because in a dream the goddess Mazu came to him and said that he should, for the youth, for the economy, and I think for peace, cross-channel peace, that it was his time to run. And I will say in today's world, where you have figures like President Xi, Juan Shishan, Erdogan in Turkey, Mohammed bin Zayed in UAE, El-Sisi in Egypt, Salvini in Italy, Orban in Hungary, Putin in Russia, Trump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olsonaro in Brazil, people like Pope Francis as Pope. It's a time, it seems like in world history, that these big personalities are now coming to the forefront from business and from other areas to run, you know, to run governments and to be major players on the world stage. And I think in September, what you were saying is that Terry Guau is a personality like this, in an era where Donald Trump's are being raised up and taking actual active in politics, where you have Putin in Russia, and you have Bolsonaro, and you have these big personalities are now on the world stage, Pope Francis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that it's time, that's what, you know, in the world, the way the media works, and the way people's attention work, and the internet works, that the Terry Guau has come forward. Now Terry Guau has said that he is inspired by, he had a vision, that the goddess Mazu came to him in a vision, and told him for the good of the youth, for the good of the economy, and for the good of what he called cross-channel peace and harmony, that now is his time to leave his business behind, and to actually seek the presidency of Taiwan 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 那當然我就想問一下,你是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比如說是,現在在世界的政治上, 有很多非常強的領導者, 比如說是,你看,我們有那個的梵蒂岡的 Pope Francis, 也有這個的土耳其的 Erdogan, 也有那個的意大利的 Salvini, 也有這個的 Saudi的那個的NBCS, 然後呢,也有這個的習近平,王岐山, 這些的非常,還有就是俄羅斯的這個的普京, 那麼這些呢,都是非常這個的有力量的這些的, 這些的獨裁的這些的領導, 但是同時間呢,我們也看到有一些的好像是特朗普那樣的, 那通過這個的,從民間冒起來的, 有一些的媒體支持, 那來到呢,獲得他們的這個的, 競選順利的這些的一個的領導, 那我就覺得好像是那個的郭台銘, 也好像是特朗普一樣吧, 那麼他說,我做過一個的夢, 那麼馬祖來的告訴我, 是如果呢,我能夠是去競選這個的台灣總統的話呢, 我可以是幫助兩岸達到和平, 而且也可以幫助促進這個台灣的經濟,繁榮等等, 那你覺得他,你怎麼看這個的事情呢? 郭文貴先生, 我覺得班農先生是偉大的, 我見過真正的偉大的國際政治家,發自內心的。 郭文貴先生, 我在家休息那個21天守校的21天, 我把班農先生這些所有的他的演講, 我幾乎全看完了。 這個我對班農先生的國際戰略, 我真的五體投地的佩服啊。 我這種小兒科在咱面前講實在是丟人現眼, 但是我臉皮夠厚,我就來回答我一些無知的想法啊, 無知的看法。 今天的所有的這些強人, 阿爾多安,包括普京, 包括今天的這個中國的習近平主席, 還有王岐山, 包括這個現在這些強人,包括NBS啊。 這個非常這個感謝上天, 絕大多數人我都認識,我也都見過。 對待這些人呢, 我認為他是個歷史的必然產物。 在人類的歷史上總是起起伏伏, 這都是正常的。 那麽現在世界上實際上, 出了兩個半政治體系, 兩個很正常, 強人和這個文人執政, 管理國家,管理世界。 那麽過去從希特勒, 斯大林, 這個都看得很清楚, 歷史上一個個的強人, 到了一直到現在, 多了去了中國的秦始皇, 人類到了最好的時代, 是到了華盛頓的時代。 華盛頓給人類帶來了文明, 包括英國, 進入大宣章法律時代。 這都是有文人和知識分子, 和將軍人們的聯合結果。 那麽就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 以大家的智慧來治理國家, 一個是獨裁, 強人治理國家。 現在又多了半個, 商人也掺和進來了, 是2.5 方式治理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世界上, 有2.5 方式治理國家, 有2.5 方式治理國家, 在擁有我們的世界。 現在,在過去, 我們在過去看, 有些超級政策, 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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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獨立的世界上, 在世界上, 我們有法律師,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 我們有史超級 neutral, 我們有史真正的地方, 那是一種普通公司, 那是個普通公司的世界, 現在我們有一種能力, 而是一個力量, 但又一次能力, 而是一種力量, 那都是世界上特色的地方 。 在 times我們看過的 所以說,過去的軍事, 在英國,在英國, 在當時,他們建立了 Magna Carta, 那就是人們的慶祝, 集團的慶祝, 把國家在手上, 把他們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當然,現在,我們有另一個0.5的力量, 那就是 Mr. Bannon, 然後把民主權提升, 然後說,這就是2.5的力量, 在世界上。 所以說,過去的憲政制, 還是軍縣制, 這些已經都不重要了, 說白了就是一人說了算, 還是大家以法說了算。 現在的共產黨就是挑戰世界, 要推行全世界的一人獨裁, 獨裁政治。 挑戰西方和人類上幾千年, 現在形成的, 就是大家說了算的政治, 那就是說法治政治。 現在加入了半個, 商人現在來呢, 也參與了這個攪局當中, 我認為, 我本人就是商人, 商人執政是人類的危機, 不是希望。 那麼我認為人類唯一的走向的, 就是要, 就是真正的憲政, 大家還有民主, 法治的社會。 這個民主咱們可以說有高有低啊, 但是法治是必須的, 這是唯一的, 根據人類的本性。 但獨裁必須是滅亡的, 商人參政是危機, 憲政是未來, 這個獨裁是危險, 必須幹掉。 我們, 我們, 我們說, 我們有這個優勢, 那可以 rule the world. 然後我們有這個努力的, 我們有這個國際人, 那就可以了解的努力, 然後它會變成 rule of law, 然後的 rule of law, 然後的努力, 然後還有人, 然後我們說 0.5 that is not the populism that is actually merchants power we see that rising at the moment that demonstrating in the lodge of a place the lot of corners of the world and that in fact to me merchants businessmen ruling work the world will bring us crisis so to me it's very simple all this system basically as a result is just either that we should be having rule law rule by the people democracy all that rule by one person one ruling power that is the dictatorship the totalitarian that is what manifested at the moment in prominently in china with the ccp and xi jinping government and then the the other will be the merchants the businessmen and that will bring us crisis dictatorship totalitarian cannot cannot be allowed because that would really be a strategy a tragedy and uh danger to the worl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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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of when you say business this form of what we i call state capitalism which is big controlling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getting together and you see that in in china uh today uh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hopefully stop that from happening it's starting to happ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happening in europe you see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is the to me the the convergence of this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 with big government that leads to corruption let's use terry go as an example walk us walk me through how he actually built he is one of the world's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oubt that he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examples of a ceo of a manufacturing business has taken something from very small i think it was a loan of seventy five hundred dollars to a company has i think over 160 billion dollars of revenue plants all over the world massive manufacturing in china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u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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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and technologically cutting edge uh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nd really created from nothing so so terry guo has in modern advanced capitalism proved that he is one of the you know and he didn't need to go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get that he he did it on his own that became one of the great manufacturers however how did he actually build this business i mean isn't this an example of state capitalism using taiwan banks to fund manufacturing growth in mainland china in cahoots with the uh with the ccp that actually uh what you can't go to the商人治国这个的啊这种的权利啊我其实就用另外一个 的啊词来到说他其实他们是一些的国家资本主义者来到呢是治国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么 其实啊现在这个是中国提倡出来的一种的做法就是说是国家的资本帮助商人来让他们发展来到 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腐败然后来到治理国家啊那获得国家的权利那么我们看到这种的情况啊现在已经已经是延伸到呢美国欧洲很多的地方 而且呢也是呢鼓励了一些的腐败的行为的出现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是希望是可以来到呢打破这种的这个的局面的那么但是呢这个我们先不说 我们来到说一下这个的郭台铭啊郭台铭啊他是原来是一个的呃一个的商人他是从零开始白手新家他我听说好像是他从一个的七万五千块的一个的资本就把这个的富士康发展到现在是一个的一千六百亿的这个的呃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的企业 他们现在掌控的技术也是全世界是最尖端的那么而且的话你看他还没有到过哈佛上学他就是一个的普通人那么从零开始白手新家的那他是如我觉得他如何从零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的千亿的一个的企业呢 他其实就是做成了台湾国家银行的一些的支持而且呢让他把资金带到去中国也获得这个的中国政府国家的一个的支持通过国家的资源让他来的发展然后呢就是让他成为一个的领导然后来到呢就是把国家的资源就是转账到别的国家是这一种的情况吗 郭文贵先生 啊 我觉得可能比班农先生想象的这个事情呢还是要严重的啊 我觉得他和马云呢是我们亚洲人当中表现出来的最最最好的一面最坏的一面全在他们身上 我认为就像动物世界里面就是那个蚊子啊这个他非常聪明啊他钉在了他没钉在那些很烂的动物上他钉在了那些最强大的动物上的蚊子吸他们的血 我认为他们都是超级政治骗子政治玩家 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没有政治上的这个高端运作几乎不可能成功 他们最聪明的就是你看看 郭台铭对这个民主的民主能当饭吃吗 民主能给你GDP吗 他认为人民不值钱 郭台铭的发财是建立在穷普老百姓身上的 是偷到了美国技术他是美国技术的小偷啊 那么共产党也是偷到了美国的财富 偷取了中国人民的财富 马云也是偷走了多少年轻人的未来和生命 然后打着拯救世界的名义啊 实际是偷走了美国亚马逊的技术嘛 都是偷和骗和共产党他这个执政体制 完全成为一体 所以今天是个悲哀 西方的世界所有的都是在以法以真 来这个建立个人类的文明和财富 而共产党和郭台铭和马云这号人 全部都是靠骗靠关系靠掠夺 但是现在要影响世界 你不觉得这是悲哀吗 而且是个大偷 没得管 你这一点是 你这一点是 我认为真实实是 甚至是更加严重 那你刚才传认了 你这一点是 我认为 我们需要理解 特里果和杰克马 是 这两个人是很棒的商业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他们很棒的 and they are the super political play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the deceptors as well. you see that the Terry Godbond said that what is the word of democracy? what kind of a... does it do anything for our GDP? so you see the thing is that he fundamentally does not have any faith in democracy, 不是我们人有信心的信心 不是我们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能以为人的信心 都能以为人家的信心 被利用的信心 从人家的信心 然后能给予到信心 从人家的信心 从人家的信心 所以说,你自己的信心 给予的信心 对于自己的信心 那是什么杰克妈 也是他在做的 杰克妈 他弄了 他们的信心 给我们的 yer启动 然后摆得到老板的 然后摆得到福利和娱乐和 在人们的火神的居住人物 但仍然是说我们要救世界 我们要求祿为人们的事 这些人是使用一个很有幼稳 人们相信他们认为他们 不仅是完全是说他们是教育的 他们是狼狭的 他们没有罪犯罪。 他们认为他们做什么犯罪。 他们认为他们做的好事。 他们取得货币从人们, 然后帮助他们帮助。 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最大事。 他们相信他们。 它被报道了。 Miles,我喜欢你的解释。 Terry Guo和 President Xi, 不太久以前,他们认为政策。 我可以解释一下, 这两个人的政策。 为什么他会认为台湾的政策?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为什么会他有足够的政策, 为什么会他会认为一位世界上最高的政策 在台湾上的一位世界最大的製造工程序 為什麼他會跟他談談對台灣的政策政策略呢? 你怎麼說到這兩槍的政策呢? 好,那麼文貴我再問你一下 我知道最近郭台銘是跟習近平見過面的 還是習近平要跟他見面來談相關是台灣的政治的情況 你覺得為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 他重要的事太多了,還有那麼繁忙 還有現在很多的事情要讓他管 那麼他現在也是很多的頭疼的事情 但他竟然是有這個時間 可以去跟郭台銘一個的商人去見面 而且要談政治,談台灣 那你覺得其實這個是跟他們 你剛開始的時候說過一個雙槍的策略,一個戰略 是否有一個這樣的相關性呢? 郭文貴先生看問題都看了很大的本質 那麼中共現在的戰略,雙槍戰略就是什麼? 一把郭台銘的槍,一把韓國瑜的槍,來對付你賴清德 朱立倫現在已經排不上了 那蔡英文也不行了 所以說兩槍對付你一槍,我怎麼都得贏 然後剩下那些人誰再想出來都不可能 他背後他還隱藏一些小案件 那都是當他覺得不佔優勢的時候可以放案件 那是共產黨的招,但兩槍政策一定贏 這是我和班農先生這幾天說 賴清德沒有機會了,朱立倫也沒有機會了 韓國瑜未來就是他的一二把手組合 也可能一北一南,共產黨一定會成功 這是為什麼習主席會在北京見郭台銘 就是共產黨的這個決策,他非常聰明 先要抓你的把柄我給你錢,叫藍金黃 我先給你錢,然後呢就是給了你黃 給了你金啊,給了你利益 這個郭台銘已經是殺了跳樓很多事情 都是給他利益,市場免稅 全國人民力量給他建廠,這已經是做到了 然後再抓你的醜聞,他有很多跳樓死亡的人 跟他有關也可能性的女工的問題,犯法的問題 抓住他的把柄,然後這掌握郭台銘所有的其他的信息 他已經牢牢地掌控他了 所以說習才跟他見面,說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代表我吧,你去台灣去代表選舉 把台灣給我弄回來 現在郭台銘是個世界上技術最大的盜竊犯 就我一瞎我老說他和馬雲在一起呢 他倆在川普總統在你老人家 剛剛選完了就跑到美國來了 一百萬工作給川普,給了嗎? 一百億美元投資給了嗎? 從一百億到二十億,二十億到三億美元 捷克馬不來了 這倆人全是共產黨的超級騙子 超級小偷,超級政治玩家 這就是您現在問的,為什麼要見他? 為什麼達沃斯要捷克馬去? 這是共產黨培養的槍 這是共產黨培養的槍 所以你會看到海洋的槍 對著共產黨培養的槍 是共產黨培養的槍 when they are not going to have a chance, you see. So in the eyes of the CCP is La Qingde and so that they are utilizing the two guns, Guo Tai-ming and Han Guo Yu and basically they would eradicate any potential probability of La Qingde to gain th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o you see, CCP is very clever. They have already totally controlling Guo Tai-ming. Through the BGI strategy, they have already given a lot of the interest to Guo Tai-ming. With Foxconn, then they help it and then relieving the currency's control and then helping it to reestablish its facto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would of course let him have a lot of women, a lot of girls and then with that kind of thing that they would get together a lot of the evidence of his scandal, of his sexual conduct and in fact that they also get a lot, they gain a lot of scandals of the people that who were committed suicide in Foxconn, probably because involving with some kind of a sexual scandal as well or maybe some of the personal disputes anyway. The CCP had got all kinds of evidence against Guo Tai-ming. So basically, with the money bribing, with all this benefits interest, with all this sexual scandal of a control, Terry Guo cannot get out of the hand of the CCP. So that when, and then he, as I was saying, that together with Jack Ma, they have stolen the best technology of the US and then also transferring back into the, in China and they were the greatest thieves of the century. And in fact that you see that Jack Ma before, right? At the time that when President Trump gaining the office, didn't he just come to the US and promising about one million jobs, tens of the billions of funding? Where have they now? Have you seen any of them coming into fruition, coming into appearance? No, I mean, they were the liars and they were the scammers. But the thing is that you see, when Xi Jinping came to see Terry Guo, basically he's saying that you are mine. You are going to take Taiwan for me. And that's it. Is the two guns, do you think that the timing of this, and let's leave aside the vision from the goddess, but because we're not questioning that with Terry Guo, but do you think that just given the timing otherwise that the CCP might have gotten a concern that the mayor of, was it Kaohsiung, Han, may not be able to win, and all of a sudden Terry Guo, because the primary for the Kuomang Tang, for the KMT, is in June. This is a very late entry into the campaign. Remember, President Trump had really been working on it for a number of years. when he came in in June of 2015 into the primary season. That was really at kind of the beginning of it. And so he, of course, everybody, you know, at the time said Trump has no chance, Trump is a joke, Trump is a clown, he has no chance. Of course, at Breitbart, myself and others said, Trump's going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Guo enters very late, you know, just a month or two before the primary, having never actually ever talked about this, really, seriously, you pointed it out, and even many people didn't pick that up when you pointed it out back in September of 2018. Do you think there was a concern that Han, who clearly has close relationships in China, and who is talking about, you know, reunification, and is not a hardliner about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Do you think the CCP got nervous, and that's why they wanted not a one-gun, but they wanted a two-gun solution? Um, I want to ask, just say, we don't have to deal with this of the KMT, that kind of thing. Now, for example, you see, that they were in this time, they announced that it was the KMT, so, because the KMT first election will be in the 6th of June, so, now it's 4th of June, and from 4th of June to 6th of June, you see, it's just a month-to-day time, it's very late when they announced it. So, in this case, which means that you can believe if you're not going to say it's the KMT Hall in Rome, you see... You see, it's the KMT Hall which I'll betime to be for the KMT Hall,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KMT Hall is that he, he, we have very, very, 高调的说是他不排除两岸统一这样的言论 可能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获胜的机会 是否就是共产党有点紧张 就觉得可能韩国瑜拿不住总统的职位 可能因此在那么晚的时间 就让国台美就出来 所以就是出现了双枪的战略 因为你知道你在2018年9月的时候 你已经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的预测 当然当时没有人会觉得 有这个国台美的机会出现 当现在特别就是在现在 一个月了就出现了他宣布要过来的一个的精神 你觉得是否就说明 其实中共共产党对于韩国瑜觉得他还不够 班农先生看得非常准 真的是非常准 我获得的一个情况 跟以前最近有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就是共产党他们和韩国瑜接触 因为韩国瑜在北京上学 北京大学 包括最近到台湾的 到香港的访问 到大陆的访问 深圳珠海 所有接触他的人给上面的报告是 韩国瑜此人 是一个选举的好人 此人道德不可相信 毕竟是像郭文贵一样 文化教育程度太低 对他一致评价 我先跟你说 你先翻这一段 你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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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韩国瑜 向韩国瑜 你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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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深圳,参加珠海。 接下来的反应是,他们说韩国瑜可能是可以的, 但他的道理,他不能被信任, 而且他很低于他的性格和教育。 这是真实的。 那么共产党早就定好一定是郭台铭, 郭台铭为什么共产党一定要他选总统, 郭台铭本人确实在一直在犹豫, 因为共产党认为郭台铭此人极懂政治, 而且关键他能跨三届,美中台第一届, 第二,台湾的政商生产领域第二届。第三届, 郭台铭是现在大陆最急需的, 一个能和老百姓沟通产业化的唯一一个人。 所以说共产党早就已经定准他了, 还有大家不知道的秘密, 郭台铭和原来的王岐山还有习近平主席, 关系非常好, 更重要的事情和江家好, 江泽民家族有各种利益, 所以说符合中共的老的共产党GOP, 新的新派, 未来派, 利益, 国家战略, 产业政略, 非郭台铭部署, 郭台铭还真有点犹豫, 但是最后, 习近平最后在北京跟他见面, 说你得出山, 你现在我们全力以赴, 不然出现多大的事儿, 我都支持你, 听说明智是三十分钟, 私下两个都要时谈话, 郭台铭说, 我干这一票了, 这时候韩国瑜还在那儿, 到处觉得自己是总统的, 这就是共产党, 永远是两个枪, 背后面还隐藏了小飞镖, 这就是共产党流氓黑社会文化, 我得到了情报, 郭台铭知道我说是真是假的, 你在北京怎么见面, 怎么跟你说的, 我太了解了, 就这么简单, 美国人完全没概念, 美国人的现在最好的一个, 台湾一个说是, 最好的一个好哥们, 现在已经, 班农先生还在那儿, 呼吁台湾呢, 还要帮这个帮那个呢, 人家都给你解决完了, 我昨天给班农先生说, 我说我告诉你, 赖清德还有任何人赢的机会, 没有, 我告诉你, 赢一定是郭台铭, 干到郭台铭只有一个人, 没关系, 这个是不可能。 他很清楚, 很清楚, 他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而是, 我可以说一个称之, 他称之, 他称之谈区, 称之, 很清楚, 很清楚, 他称之谈区, 他称之谈区, 称之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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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 had the heart to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Taiwan because that his business employs so many of the people so basically he could actually create this adhesive relationship for all the places in question and all parties and all people so that you see that is why that China is utilizing this double gun strategy while the Han Guoyu he was still going around thinking that he is the most popular the highest odd person to go into the office and then visiting placesand thinking that he's great you know but that is all the superficialillusion that is exactly China's usual ploy you know he maintained one superficialillusion but basically they are supporting the guy that who's not so high profile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n only at the end that he surfaced and that is a Terry Gore and then of course that there are and then so that's it and then of cours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like a secret weapons as well you know and if it is not enough that they're going to help out with those I just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go through we have so much more of the show we're now over an hour and a half into this maybe I recommend we wrap it up but with that on this question for you Taiwan is a country of what 30 million people or 25 to 30 million people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world stage but that election next January 20th how important is that election for Asia how important i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mainland how important is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how important i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how important i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的話題上呢 已經說了一個半小時了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結束了 當然結束前我問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是 其實台灣是一個非常小的島嶼 它的人口只有3000萬 那它的下一次大選呢 將是在是2020年的1月20號進行的 那麼這一次大選 在那麼小的一個地方 那麼不太多的人口 就這個的大選 它其實對於它的重要性有多強 對於亞洲來說 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來說 對於台灣來說 其實有哪些重要性呢 我覺得台灣這次的選舉 主要是 是否能把美國 就輾出亞洲 是否能讓世界看到中共 控制亞洲 是否獨裁政治 應該控制世界 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世界 它會深遠地影響著世界的未來和政治 對於中國的選舉 對於台灣的選舉 對於台灣的選舉 基本上是說世界 是說世界的 中國會做什麼 台灣會做什麼 會做什麼 會做什麼 台灣會做什麼 會做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 我可以告訴你,孫子,你叫它在夏末, 它是一件事,我們將會很激烈的關於八個月 特別是在末尼,在末尼, 我們要看看,如果 Terry Guo… 我的負責是, 他不會承擔保護Foxcon, 我只是不看法, 負責人在台灣 能夠讓人進行, 誰是不準備離開的, 當我說離開的, 不停地在随便,在随便于随便的信仰。 所以他有根本来的信仰,它是随便的信仰, 那些信仰属,那些信仰属不成家,你身材是在南乡 他便会在随便于随便的信仰, 那主持人在随便的信仰, 在随便的信仰属,无论有所谓的信仰,无论的信仰。 这个比率是0。 这个人在本身設一样大量重工会、一样大量工具,一样大量工具。 他以前说,他在带回。 他说,他在带回头,正在带回头,它是一件事。 我说过一件事,另一样了,说是要在带回头。 Anytime I'm stepping back, but you know, four weeks after they've turned it over to the to the minions, they're questioning everything, they're criticizing everything,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ruining my business, they step right back in. If the standard is to for Terry Huo to run for President of Taiwan is that he has to put the business of foxconn into a blind trust. Zero probability he runs for the for the presidency of Taiwan. 我觉得其实既然是文贵两年前,去年已经是预测过郭台铭将军选去台湾总统的, 所以我觉得下来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 尤其是对于六月份的时候的竞选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的。 那么当然我个人我自己就是认为啊 其实郭台铭根本不可能是就把整个富士康 他是自己白手新加建立起来的一个的千亿美元的一个的业务 让他呢就是让他的身边的一些的高管来到呢 完全是来到管控 就是说是让他信赖他隔壁的人 完全是不管完全是放手 让他的身边的高管来到管理这个业务 我觉得是完全是零可能性的 这个是我的一些的意见 我们看心目以待吧 郭台铭的生命和他的事业已经在前天结束了 他和共产党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就像得了艾滋病一样没有爆发 他这一选举总统就爆发了结束了 但他会选上总统啊 代价谁来付 台湾人民来付 你这一切的东西是他的 他的共产党和中共是 基本上是像一个病毒 那它是在一个人的 中期的时间前 但当他共产党和共产党的 中央党的病毒 他的病毒开始开始 变成了 变成了 但当然 你这一切是会付出 妳知道我最愛我自己什麼嗎? 我就是跟共產黨睡了29年覺, 但是從來沒跟它發生性關係。